大學申請入學進入最後階段 學生不只趕著上傳學習歷程檔案 也忙著面試準備 只是今年同樣面臨真是大壯期 攤開二階面試時間 第一週星期五多達一百三十五個休息 隔天二十號來到最高峰 一百八十四個系組 通通集在一塊 下一週每天系組最低僅有二十一 甚至最後一天五月二十八號 就只剩下八個休息要面試 都衝撞那就選你就先選 你選A我就選B 那不見得不是壞事 因為不然優秀的學生 頂尖的學生永遠都是站著 全部都是他嘛 錄取的永遠都是全部都是正確 六十七所大學 兩千兩百二十九個校系 通通都要面試 即使一百零七年 校系提供彈性分流後 系組規劃上下五場 但老師還是建議得提早做組功課 前一週或前兩週 就把所有的流程間跑一次 開開看那個路程 你可能當天在高雄 你就要先去住宿 就要先訂好 那很多人說這哪有什麼好難錯的 那個學校附近都是滿的 所以你現在就要做這件事 新年也開放確診學生面試 快山羊輕症確診都能參加 中中症確診的 則改以學測神器和書面審查 之後再以外加名額錄取 但不是用醫學牙醫和中醫系 看在家長眼裡還是有進步空間 比較相近的科系 盡可能再去協調了 因為其實他們完整的衝突的統計數字 是可以差得到的 真是排程大致能接受 但面試機會只有一次 專家建議該提早演練的還是得做 留下和新移所的聯繫方式 以備不時之需 巴順家庭來成為台北草莫洞